我們剛到了這個杜拜的機場 這個杜拜的機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 這個我們飯店下行李的地方也是非常漂亮 我現在就要去到杜拜的老城區去吃早餐 這就是老城區的範圍的地圖 我們等一下要去吃早餐跟喝果汁 然後在附近逛一逛 很多小魚 走這個船的時候要很小心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的防護措施 那我們現在到了這個老城區的街上 當地特色的星巴克 這邊一些當地特色的小商店 古色古香的船 大概吃完了午餐 然後就在這附近的區域走一走 那邊也看得到早上搭船的那條河 這邊是這個老城區的街道 有賣一些這邊當地的一些紀念品 還有一些香料在這邊也都有賣 這個街道整體來講感覺是蠻舒服的 就是地板很乾淨 然後整體看過去也是非常的整齊 我們現在就要來搭地鐵了 我們現在就要來搭地鐵了 我們到了這個Dubai Mode的地鐵站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去Sky View OK 那現在我們到了這個Sky View這個地方 前面這邊就是這個Sky Walk 如果你有恐高的話你就不適合走這個 這邊就可以看到哈里發塔 下面整個區域就是超大的Dubai Mode 還有水族館都在那個地方 然後下午就在這邊附近晃一晃 去Dubai Mode吃一些Dubai這邊當地的食物 現在去逛Dubai Mode的水族館 那雖然這是在百貨公司裡面的水族館 但是裡面的魚非常多 而且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鯊魚 逛完水族館之後 到Dubai Mode外面的噴泉看水舞秀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到杜拜旅遊 但是整體印象非常好 街道很乾淨 建築很漂亮 人民也都很友善 杜拜是我非常推薦來旅遊的地方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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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